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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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可以先聽聽看 自己的聲音發出震動的感覺 然後你再跟最後一起唱 就像剛剛我彈的都沒有形式 全部都是依著老師引導 所以我的感受我所彈的我已經不記得了 但是我當下就是一個情緒的流動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現在都不用用到 剛剛其實是很好的 小心 因為評審 我發現到有很多小孩是不快樂的 那他們為什麼彈琴會 好像只是流於一個所謂 為了比賽而準備 就是太在意某些動作 或太在意某些表現 比如說可能覺得音樂的風格 在這個時候應該要有身體的什麼輔助 來增加它的可看性 這好像不是彈音樂最重要的事情 我看到我的學生他們可以彈得好 是因為他們彈得很快樂 而他們都有一個基礎的元素 從認識元素到形式的表現和風格 那這些過程其實對於小孩來說 如果他今天沒有掌握好 他就會覺得他今天比賽是為了要 達到某個成果 而不是學到什麼 看我講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我的工具都是音樂 做過音樂 更重要 就是我們用音樂去傳遞 我們想要傳遞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可能聽你聊音樂 他可能一開始你就已經睡著了 但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你有完全接受到 對 老師能做的就是不斷要他去探究 去找問題 去找他自己要的方向 然後他再去回來看他的作品 他不是只聽音樂 他還會感受到 原來那個時代背景下 是什麼樣的因素 而造就了這首曲子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自我表現 自我詮釋 那是屬於他的風格 rou entonces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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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